毕丽何在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在漫威的电影里头 钢铁侠是一部机器 对吧 但现实生活当中 钢铁侠的原型也是一部机器 是一部连财的机器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今天我们专题要聊的主人公 不错 他就是人称硅谷钢铁侠的 新晋世界首富马斯克 他几乎涉足所有的领域 比如说电动汽车 航天 通信 能源 高速铁路 星际殖民 人工智能 脑科学等等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绩 一边忙着造火箭 飞火星 一边还要让特斯拉在地下畅通无阻 所以说马斯克干的事 几乎可以用上天入地来形容 但就是这么一位 被称为神的一个男人 他也有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什么 爱打嘴炮 所以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从马斯克被告说起 今年的币圈大跌 让马斯克也惹上了官非 一位狗狗币的投资者 将马斯克告上法庭 理由是马斯克及其公司 在明知狗狗币没有价值的情况下 自2019年以来 仍然不断宣传和支持加密货币 给投资者造成了约860亿美元的损失 原告希望马斯克及其公司偿还这笔款项 并支付双倍赔偿金 也就是2580亿美元 但有意思的是 根据福布斯4月公布的2022年财富榜 马斯克以2190亿美元的净资产 登顶首付 也就是说 如果这位狗狗币的投资者胜诉 马斯克将有可能倾家荡产 在超过5000款加密货币的庞大市场中 狗狗币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狗狗币的诞生完全是一个黑色幽默 狗狗币的创始人 比利马卡斯和Jackson Palmer 花了三个小时 把比特币的代码抄袭了一遍 创造了一个山寨版比特币 和比特币不同的是 比特币的发行是有数量限制的 而狗狗币的发行却没有上限 不过狗狗币并未得到大众的认可 直到它被马斯克发在了推特上 马斯克为狗狗币连发推特 将这个属于小众圈子的幽默 推向了大众事业中 没有人再纠结狗狗币有没有价值 能够涨价就是狗狗币最大的价值 市场的动荡并不是巧合 全球消费者研究平台 People Say最新一项研究显示 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 曾根据马斯克的推文 进行过投资或考虑进行投资 这种有意或无意形成的 集体疯狂购入引发的暴涨 给马斯克增添了一点神话色彩 一时间更是掀起了一股马斯克崇拜 当然在行情下跌之后 马斯克就再也没有在推特上 提及过狗狗币了 马斯克在狗狗币的这一波行情当中 毫无疑问扮演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推手的角色 虽然不知道 他积极的支持狗狗币的动机是什么 但很显然这些亏损的投资者们 需要马斯克的一个交代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自古就有一句话 拥护你的人很有可能会变成诋毁你的人 当然一起观色很难让世界首富破产 因为马斯克所涉及的领域远不止这些 那么马斯克为什么会成为席卷加密货币市场的龙卷风 并且拥有这么多的崇拜者和追随者 让我们一起通过今天的节目来看看世界首富之路是怎么练成的 马斯克家族的冒险精神就如同是刻在基因里一样 马斯克的外祖父约书亚就曾自学飞机驾驶 并经常开着飞机在北美洲大陆四处游历 1950年约书亚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放弃一切 举家搬往南非重新开始 到了1971年 马斯克出生于南非的比勒托利亚 念小学时马斯克是个独行侠 他把所有时间都放在了阅读上 沉浸在自我世界的他被身边人认为是书呆子不合群 时常遭到校园暴力 最严重的一次差点被打死 更不幸的是 母亲因忍受不了家庭暴力 在马斯克9岁时与父亲离婚 这让年幼的马斯克更封闭 他整日与书为伴 四年级就能熟读大英百科全书 小学时他沉浸在基地系列与指环王等科幻小说中 书中的主人公总有种要拯救世界的使命感 就这样一颗冒险的种子 开始在上年马斯克的心里深根发芽 十岁的时候 马斯克第一次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一家购物中心 看到了计算机 一再要求下 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计算机 这台家用计算机与1980年面试 有着5KB内存 并随机附送了一本Besica汇编语言教学手册 马斯克仅仅只用了三天就熟读背诵 十二岁时也就是1984年 南非一本名为个人计算机和办公技术的刊物 发布了他设计的一款游戏员代码 这篇封面报道让马斯克赚到500美元 在1984年的500美元按照当时官方的汇价 折算成人民币大概是1100块 而当时中国最高的工资也是只有1400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当时12岁的小朋友已经可以挣到当时 差不多是中国的最高工资的水平了 有的人一辈子为了挣钱拼死拼活 还是穷困一生 而有的人呢 即便不是什么二代 他们赚几钱来 可就像拍脑袋那么简单 1995年了解互联网的企业非常少 马斯克和弟弟一起创办了名为Globallink的信息网站 后来更名为Zip2 1999年2月 Zip2被个人计算机制造商康博以3亿美元收购 是当时互联网公司收购中出价最高的一笔收购案 马斯克拿到了2200万美元 这让马斯克信心倍增 随后马斯克立即组建了名为X.com的支付网站 一家提供全程服务的网络金融服务机构 他创造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事务 彻底改变了世界的购物方式 以及资金的流动方式 2000年3月 X.com和Canfinity公司合并 并取名为PayPal 2002年7月 Ebay出价15亿美元收购了PayPal 马斯克分得2.5亿美元 完成了从千万富翁到亿万富翁的月签 经此一役 马斯克俨然成为了最有潜力的硅谷商业新星 10年两次成功的创业让马斯克变得非常的富有 大家要知道即便是在新财富聚集的硅谷 马斯克的身家那也是趋之可数的 但是让我们中国人熟悉马斯克这个名字的 还不是他的前两次成功的创业 时间要拨回到大约是2014年 有一款名叫特斯拉的电动汽车 开始在中国火爆销售 作为特斯拉汽车公司的CEO马斯克 才开始走进中国人的视野 相传在上个世纪有一个人因为超前于时代 被认为是外星来客 他就是拥有包括交流电系统在内 近千项发明的先驱人物尼古拉斯特斯拉 这个人被马斯克从小时候起就认为是神明 当做一个偶像来崇拜 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具有革命精神的神秘人物 特斯拉是来自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的名字 传说中这位科学家生前饱受排挤 晚年穷困凉倒 死后被刻意遗忘 马斯克12岁时读过特斯拉传记后 暗暗为之流泪 心想如果将来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发明 一定要以特斯拉命名 我们没有名字叫特斯拉汽车 我们没有名字 2001年30岁的马斯克在洛杉矶开启了新篇章 马斯克开始反思 而是关于火箭飞船和太空旅行的梦想 并认为这是比设计互联网服务更伟大的使命 自20世纪60年代末 人类首次完成登月后 在当时被认为很快将实现的经济旅行 一直没有实现突破性的进展 实际上当代的精英们也似乎失去了对探索太空 和更深层次工业革命的雄心和兴趣 有一次马斯克想查询一些关于火星探索的详细计划 但却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内容 这也让他非常失望 于是他下定决心 要干一件甚至没人敢反响的大事 他要重拾人们对科学征服未知的信心和热情 2002年2月 在洛杉矶郊区的一间旧仓库里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成立了 SpaceX目标是降低太空运输的成本 成为太空行业的西南航空公司 从2002年到2006年 历时四年 SpaceX造出了自己的第一枚火箭 猎鹰一号 猎鹰一号的设定 是世界上最小的实用型航天器运载火箭 能将0.6吨的核载送入近地轨道 然而猎鹰一号的初期发展并不顺利 前三次发射均以失败高中 前三次的发射失败 让马斯克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累积的资产 资金短缺 员工离职 马斯克一度精神崩溃 他曾援引一句他最喜欢的名言 如果你正在地域穿行 那就继续前进 马斯克抵押了他所有的资产 包括公司员工全部进行了集资 终于凑齐了这一次发射的所有费用 对于SpaceX来说 这是最后一次发射 2008年9月28号 猎鹰一号迎来了第四次发射 背水一战 这次发射进行了网络直播 观众瞩目下火箭正常点火升空 一级舰体分离 二级舰体在起飞后90秒开始工作 SpaceX终于成功发射了自己研发生产的火箭 SpaceX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家能够发射火箭入轨的私人企业 因为这次成功 SpaceX拿到了NASA提供的16亿合同 将国际空间站提供12次货运补给的服务 正式开启了商业航天之路 2020年49岁的伊龙马斯克再次迎来高光时刻 北京时间5月31号凌晨3点23分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龙飞船 达成猎鹰9号发射器 载着两名NASA宇航员和一只恐龙玩偶 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39A发射台成功发射 很显然对于整个人类的航天史来说 这是一个不小的里程碑 毕竟在我们的眼中 原子弹和航天工程这种东西都应该是国家来投入 对吧 举国之力才能弄出来的东西 印度到现在还在慢慢的研究 马斯克的商业发射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商业公司 造出了原子弹这样的一个效果 世界上掌握了航天器的发射和回收技术的只有4个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还有埃罗马斯克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 对吧 人们很难想象在国家这样的巨型立威坦之外 还能够有个人去完成探索宇宙这样的事情 可是大家要知道马斯克的野心远远不止于此 马斯克对于宇宙的探索如此狂热 其目的就是为了移民到火星生活 在2016年的第67届国际宇航大会 马斯克公布了他的殖民火星计划 马斯克计划送100万人登上火星 在火星上建造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明城市 实现火星移民 目前关于现实版诺亚方舟计划 已经有了推进的迹象 据悉 兴建有两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火星本体以及突出器 相应的规划也已经给出了 而马斯克计划 尽可能地去扩大乘客舱 让其一次能够搭载超过100名的乘客 以尽快完成推送100万人上火星的计划 但计划归计划 在很多的环节上依然没有处理好 可以说在马斯克致富的道路上 他一点也没闲着 美国一直是非常支持所谓的星际探索计划的 所以马斯克的天马行空 刚好非常对美国人民的胃口 目前SpaceX已经得到了大量的政府的补助 但是马斯克的这个饼画的确实有点大了 不过大话已经说出来了 就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 能不能走通呢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 下期我们再继续马斯克的话题 欢迎您关注我们频道 成为我们的会员 我们下一期继续为您解读 世界首富的禁忌之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